接下来带您关心的是 在新北市五谷区中心路跟成泰路口旁边的人行道 在市议员陈明毅协助之下 重新规划了人行动线跟家长接送区 而且还把学校围墙给退缩 移除了电杆跟电箱 增加了人行道的宽度 让来往的行人更安全 以后家长接送子女也更加方便 五谷中心路与成泰路口旁的人行道 也是五谷国校重要的转角柱 过去这里的人行道只有60公分左右 且上方还有电杆及电箱 民众来往及学同上下课都相当不便 经市议员陈明毅的协助下 长时间与各单位协调并获得认同 日前进行改善 过去我们的人行道只有90公分不到 大概60公分左右 很多民众跟学生在上下课上下班的时间 人行道都非常的不顺畅 而且人行道上面还有电线杆 那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沟通协调 那我把整体的规划希望退缩 这个地方把节点打开 市议员陈明毅表示 人行道改善重新规划人行动线 及家长接送区 并将学校围墙退缩 同时将电感移除 电箱移走 加大了人行道宽度 让来往行人更加安全 家长接送也相当便利 学同的上下课 在我的左手方大门的左边会有一个接送区 就不用在这个我们的城台路上面做接送 这样的方式 那甚至于家长呢 如果要接送小孩子在这个地方是很安全的 目前来讲的整个工程进入都很顺利 我们预计在下个月会完工 陈明毅指出改善校园周边的人行空间 及维护学校师生通勤安全是他相当重视的 这项工程预计4月完工将提供用路人更加舒适安全的通行环境 记者胡宇轩无故采访报道